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来看看两位选手现在的准备情况 首先是安徽队的李小冬 他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从事专业训练有六年的时间 再来看一看北京队的杨磊 他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从事专业训练有三年的时间 好 朋友们下面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首先请上安徽队的李小冬 好 朋友们热情的请上北京队的杨磊 好 朋友们有请赏才杜正高国际级 80公斤级的较量 在我们CK中国无数三打超级联赛当中 两名选手至今还未尝胜计 因此这场比赛也是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 都是一个取得自己在无数三打超级联赛当中 第一场胜利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安徽队派出的是李小冬 而另外一边北京队则是杨磊 李小冬呢曾经在2006年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获得了75公斤级的冠军 那么一个青少年锦标赛冠军的运动员 要到成人比赛来参赛的话 那么毕竟要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 那么当时有青少年冠军的基础 我想对一个运动员来说可能就是很好的一个基础 那么刚才我们一开场看 安徽队派出的是李小冬 那么在技术上 某些方面还是略忧郁对方 显得更全面一些 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 安徽队已经是连胜三场 他们的三名文集能员 都是各自取胜的对手 现在安徽队也是3比0领先于北京 这场比赛从身材上来看 就是能够感到李小冬力量上的优势 又是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开场到现在双方一连啊 还没有能够完全压制住对方 那么一开场双方体力都不错 那么双方进攻对方的能力也都比较强 开场这段时间呢 打的双方感觉打的还是双双有些乱 这场比赛还是憋着一股劲要战胜北京队的杨磊 在第二回合一开始 这次濃烈的进攻 放下 um 始终完整的 刚刚的在台湾avo泳喊庭之后的一次摂法 开始无效了 装防出来一个护弓的状态 装防在室湧 Rey sixty Y le 摔法都早就无效 今天的几次我们看到 李小冬的拳法攻击都是相当不错的 看来李小冬就抓个机会 这场比赛应该说 安徽队已经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他们连胜了三场 安徽队目前是排在CK中国武术散打超级联赛 第二位 也是仅仅落后于两战全胜的广东队